女孩就像一只流浪猫 没想到这居然是一只神猫 还帮助女孩起死回生 获得超能力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先进行和大家分享的是奇幻片 猫女 女主角漂亮姐在一家化妆公司做设计 这家公司正在开发一款现象级的产品 美玲 董事长会上老板向大家介绍了这款产品 当她打算详细展开时 却被一旁的妻子白发女给打断 产品介绍会草草收场 回到办公室后 老板表达了对妻子的不满 漂亮姐不凑巧的过来了办公室 老板对漂亮姐的设计一顿diss 还不忘吐槽了一把漂亮姐的衣品 最后给漂亮姐下达了最后通牒 明天午夜前必须拿出新的设计方案 漂亮姐回到家中 看到一只流浪猫爬到了大楼外沿上 漂亮姐不知哪来的勇气 爬出窗打算救下这只流浪猫 没想到窗外的空调年久失修 眼见漂亮姐就要摔下来 警察龙正巧路过 她飞速赶到房间救下了漂亮姐 漂亮姐急着去上班 帮忙之中钱包被落下 阿龙捡了钱包后又找去了漂亮姐公司 还要跟漂亮姐约会 上班之间不务正业只顾两美差评 这天晚上漂亮姐终于加班 做完了新方案 她跑去给老板送方案 没想到却看到公司机密 原来美玲虽然可以让人变美 但是一旦停止使用 用户就会遭到反噬变成这个样子 漂亮姐的行踪不慎被研究员发现 她命令保安人员捉扰漂亮姐 漂亮姐躲进下水管道中 却被保安放水冲进了海底 漂亮姐一命呜呼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主角怎么能这么快就去领合发 漂亮姐的尸体被冲到礁石上 正是一群猫围了上来 然后一只猫爬到她的身体上 吵到吹了一口气 漂亮姐居然醒了过来 醒过来的漂亮姐发现自己 视力变得异常灵敏 身手也变得矫健 她找到大龙一起打篮球 狂虐了大龙一番 接着又教寻了一群大晚上扰明的嬉皮士 尝到甜头的漂亮姐变得更加奔放 剪短头发抹上红唇 加上一身黑皮衣 瞬间化身为一只性感的小眼猫 路过珠宝行的时候 还顺手教训了前来盗窃的劫匪 对自己的超能力大感好奇的漂亮姐 在流浪猫灵当中发现了一个地址 她随着地址找到了猫主人 没想到女主人居然告诉她 流浪猫是一只来自古埃及的猫神 就是她让漂亮姐宠生 还拥有超能力 猫主人还告诉漂亮姐 只有当她接受自己的身份 才能成为享有无上自由的猫女 得知真相的漂亮姐决定去找到杀害自己的凶手 很快她就找到了朝自己开枪的保安 漂亮姐挥动手中的小皮鞭 几招便支付了保安 保安开始甩锅 说到自己只是奉命般时 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美玲 于是漂亮姐又去找研究员 发现研究员已经被人杀害 经过了保安发现了漂亮姐 漂亮姐只好开溜 为了接着追查美玲的真相 漂亮姐又来到老板家中 家里只有白发女艺人 她将老板的行踪透露给了漂亮姐 漂亮姐顺着白发女的信息找到了老板 但是当她逼供老板时 老板却说她并没有下令杀害漂亮姐 那么在工厂中 下令杀害漂亮姐的人究竟是谁呢 老板回到办公室 对猫女的出现非常生气 这时白发女闯了进来 还对老板又打又骂的 愤怒的老板朝着妻子就是一巴掌 没想到妻子脸皮厚的一臂 直接把伤害反弹了回去 原来这个美玲不仅可以去之后 还能让人脸皮变厚 漂亮姐和阿龙的感情也在不断升温 在持续约会之后 两人终于认不住古人闯淡 半夜阿龙一个人醒来 在漂亮姐家里发现了毛女的线索 一番调查之后 发现漂亮姐居然就是毛女 另一边漂亮姐又去找白发女追查真相 没想到却被白发女摆了一刀 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然后伪装成被毛女杀死的样子 漂亮姐这才明白 原来一切的幕后主使其实是白发女 尽管漂亮姐在现场逃走了 但是阿龙已经在家里等她 漂亮姐不愿再逃走 她跟着阿龙回到了警局 还跟阿龙说自己是被陷害的 但是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 警察将漂亮姐关进牢中 然而并没有什么乱用 漂亮姐都有逆天的身材 随便扭一扭就从牢房里钻了出去 接着便赶往美龄发布会现场 阿龙也觉得是有蹊跷 来到白发女这里调查真相 没想到白发女凶相必落 准备杀害阿龙 千军一发之际 漂亮姐再次登场 挥舞起她的小皮鞭 把白发女打得毫无换手之力 接着又是两猫爪 白发女的整容脸竟然被撕破 她从大楼镜子中看到自己被毁容的样子 难以接受的她 就这么从楼上掉了下去 一代整容大王 脸皮齐后可以反弹伤害的女魔头 就此陨落 成功复仇之后 漂亮姐决定离开阿龙 她知道自己和阿龙不是一路人 因为她是享有无上自由 没人可以驯服的性感小眼猫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点赞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